潮罐车是用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特种车辆 一辆潮罐车运送的易燃易暴物 这TNT当然有时候相当于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你运的这个物品有特殊性 那这类车子确实是比一般卡车是更危险的 你要是运的是什么液化石油器 天然气这类易燃易暴物 一旦发生事故很有可能是会引发爆炸的 拿液化石油来举例子 一公斤液化器的热值是46.1兆胶2 是TNT炸药的11倍还要多一点 一罐普通的家用煤气TNT当量就达到了145公斤 一颗手雷也只有50克TNT炸药 你稍微算一下就会发现 一罐煤气它所含有的这种能量 相当于2900克手雷 那么一辆10吨左右的中型潮罐车 所载有的液化石油器 相当于六七百罐家用煤气 这简直不是拉了一颗炸弹在跑 而是拉了上百万颗手榴弹在跑了 那当然这个只能从能量角度分析 液化石油器它实际爆炸威力还是不足TNT炸药的 那这主要是因为液化石油器的它爆炸速度和爆炸压力 都没有真正的TNT炸药那么猛 那么消防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 基于Aloha的LP级潮罐车火灾爆炸事故模拟上面 它这个上面做了一些实验 这湖南母地液化石油器潮罐车泄漏爆炸事故 分析出来一个结果 60秒之内距离泄漏口403米区域范围内都是死亡区 403到569米范围内是重伤区 569到887米内是轻伤区 887米之外才是安全区 什么概念这么大一个范围 这个面积相当于11个鸟巢体育场这么大 那就算躲过了爆炸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你距离泄漏口1500米外1.5公里之外 空气中残留的液化石油器 都有可能被明火点燃导致人员受伤 哇那边在爆炸 你点根烟压压经 没把头发烧光的 那除了易燃易暴物之外 曹冠车他还运一些剧毒化学品 一旦这个东西发生泄漏 你视觉效果看见没有那么大爆炸什么的 没有那么夸张 但它实际的威力可是一点都不小的 你好比刺客用的暗器 是不是黑不溜秋的画一下不起眼 都是可以送人上命的 对不对 毒性高一扩散的 液率举个例子 这种化学品 常温下它就能从液态变成气态 并且气化之后体积增大460倍 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大面积的人畜中毒 农作物减产 对作为环境造成严重伤害 化工环保期刊上面有论文 典型液率泄漏危害的 Aloha软件估算里面讲 它对发生在河南某地的 液率钢瓶泄漏事故 搞了个软件模拟 那结果怎么样 只漏了0.5吨液率 半致死浓度最大扩散距离 437米 这威力和刚才的液化石油漆 泄漏比起来丝毫不差的 泄漏量甚至只有 刚才液化石油漆的二十分之一 唯一的区别就是 起效相对慢一些 你好比刚才那个是 红武瞬间爆炸 瞬间出人命 是吧 这个是慢慢来的 有可能慢半点 慢性毒药也是毒药 虽然这些危险品运输车 看起来确实是很危险 但其实我们路上看到 潮贯车也不用那么紧张 首先这个危险品运输行业 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定的 长安大学有论文 道路危险货物安全运输管理研究上面讲 这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十多个了 都是严格要求的 而且这些危险品储存罐 它发生泄漏的概率也是挺低的 长安大学论文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研究上面 它做了个数学模型建模 158.96公里 这么一段 车流量每年689万辆车的 这么一个高速公路上 发生危险品运输车辆事故的概率 每年0.508起 也就是1000多万辆 刷刷刷刷这么多开过去了 才有一个潮贯车出事故 这基本上是赶上 中头奖产票的概率了 这个事情大家都紧张 讨论和研究的人就多 重庆大学也有论文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风险 评估模型及应用研究上面讲 这重庆近20年的数据 它来统计了一下 储存罐发生泄漏的概率 是4.67乘以10的5次方 通俗点说就是 21000多个储存罐 才会碰到一个漏的 再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装运化学危险物品的车辆 通过市区时 应当遵守所在地公安机关 规定的行车时间和路线 中途不得随意停车 全部都定死的 那一般来说 运送化学物品的车辆 是不能随意进入公安机关 化好的限制区域的 要进来都是提交申请的 经过审核之后同意了才行的 所以你看平时市区里面 你不会是个生活小区 全部都是住人的地方 有一辆油罐车 有个这种大家伙这么开过去 蛮少的不太会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这就好比你这个月时 它发生的那个几率 本来就很低 你还经常住了个 不太看得见月亮的一个小区 那就还好对吧 那么当然了 你概率再小概率再小 它总会发生的 对不对 想要绝对安全 当然是路上看到就避开 而且是越远越好 那根据刚才的数据来看 尽量保持几百米以上的距离 比较安全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 评估模型及选线优化 研究上面 它给了个统计数据 有50.8%的道路危险 化学品运输事故 都是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不去撞它 或者说不被它撞到 你发生泄露事故的可能性 会降低很多很多的 你这个鞭炮是很危险 你没事 你就鞭炮好段段 给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面 那就还好 你什么去摔它 你用火烧烧看看 那不是就跟人出现问题了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在某些路段 要特别注意操管车 你比如什么 急转弯 高速闸道 这些路段上面 由于车速是比较快的 司机操作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导致失控 侧翻 这好了 像打台球一样的 这个车子一侧翻 撞到了那个潮贯车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刚才的那个数据统计 44.9%的泄露事故 都是来自于车辆侧翻 你看到潮贯车侧翻了 你赶紧跑就对了 这几个路段上 我小心一点 那总的来说 潮贯车所运载的货物 确实是非常危险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干这行的人 他们肯定更知道 非常危险 我们路上偶尔 遇见一个潮贯车 他们天天在开潮贯车 他们不担心吗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们也会想想办法 把这个东西 尽可能地做到 严格规范弄好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保持个几百米远的距离 这个是经济 实在可行的一种方法 要么就超车超出几百米 要么干脆让他先走 等他个几百米 尤其这种扎道口 容易翻车 变道出事故这种地方